Hello 大家好,我是湾区接的阿强 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西區 帶給大家一個永利利德鋒 這是一個公寓,很帥,5米5的樓層高 今天請到楓哥和我們介紹 我們這邊看看,我們現在這個樓盤已經是准延樓 明明雷凡會交樓 而且我們是中山唯一一個5米5層高的產品 是非常稀缺的 我們先看看項目這邊 不止是中山,我去過很多地方都沒有 4米5就多了 以朱中江來說是唯一性地有強 就算不要說是5米5,5米都少 看看周邊的區域 好,看看我們的區域 我們現在這個項目是中山城區,西區 也是我們中山重點發展的區域 周邊的交通和配套方面已經是非常成熟 說回我們怎樣返香港的路線 對,你現在講到交通 我現在就想知道我們在九龍那邊 即是香港那邊過來,怎樣的交通 如果我們搭高鐵也是很方便的 首先我們中山8站這裡 他們的項目大概有10分鐘的車程 然後我們從這邊搭高鐵 就可以轉到廣州南 廣州南有一條廣深港高鐵 直接回到香港西九龍 這個容時大概是一個小時多一點就會回到 即是由西九龍直接坐高鐵去廣州南 廣州南再坐乘軌去中山北站 中山北站 然後就回到項目這邊 大約約10分鐘的車程 如果想方便一點,不想轉車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都可以選擇搭一個大巴士 直通巴 對,直通巴 從我們項目出發,大概5分鐘的車程 可以去到富裕廣場或者國際酒店 這個位置有香港的直通巴士 可以直接回到香港的太子和荃灣 其實都有幾條線路 對,非常多的線路 而且是早上的7點到晚上的7點半都有班次 基本上一天都有20-30趟班次 這樣我坐直通巴士可能更方便 時間上自己張壓得到 對,比較方便不用轉車 除了這個綠路之外 我們中山也有兩個碼頭 一大一個就是這邊 而是開了的中山港碼頭 中山港碼頭從這邊搭船到中港城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會回到 中山港碼頭的距離我們項目會否遠一點 大概40分鐘的車程 40分鐘的車程 如果比應我也是選擇直通巴 是的,我們多跳算路去挑戰 如果是想自駕的話 我們可以走105角度 105角度 距離項目這邊大概一分鐘去上 105角度往南邊走 然後連接廣珠西線 就可以回到香港的大嶼山 對,現在已經開通了 這個暫時沒有那麼普遍 始終兩地都沒有通過巴士 還是那輛車 私家車還未可以 對,私家車已經開了 港珠澳大橋2018年已經開通了 對,開到那裡 對,香港開不到過你 對 對 好,交通已經說了 再說回我們周邊的一個配套 首先我們商業 我們這邊的商業 首先樓盤是自帶2萬方的商業 有2萬方的商業 對,2萬方的商業 後期這些餐飲 零售業 都在樓下就會有 我們私駕河上面這個位置 到時候會有一個濕地公園 濕地公園 我們樓下就有休閒這些配套 旁邊這個位置就是密德龍 密德龍的話 是全球前三的一個創設式超市 裏邊的話 就有1萬4000重的商品 其中有30%的商品 都來自於進口 對於我們有購物的需求 其實都可以滿足得到 就是在我們旁邊 就在我們旁邊 你現在對著那裏 你說那個私駕河 就外面有條河嗎 就外面的位置 它現在是在整的 我們今年的樓份 就會全年搞好 即是會員之駕 我們視線所看下來 就不會再有這個樓宇之駕駛 不會的 已經是一線的河境 對 望出去都是很開陽的 然後我們教育資源 我們從小學、中學、高中 都是一站式的服務 在我們附近這邊 但是公寓是否沒有學位 公寓是沒有學位的 公寓是沒有學位的 我們這邊的產品 其實 為何要講這個學位呢 首先我們燕州 燕州中學 是一個非常大的高中 然後我們政府 投資了十幾個月 去裏邊打造的 裏邊的就有九十個班 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中國來說 其實很多家長 都是非常重視 我們自己的子女高校 所以都會選擇 去陪自己的子女 陪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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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正的項目 就在他們隔離 所以他都是我們 非常之大的一個職任群體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醫療配套 中醫院 中醫院的話 他們我們項目這邊 大概1.6公里左右 他是一個三甲醫院 而且是中山來講 非常之最大的一個醫療 醫療教育 醫療配套這個位置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中山 是有兩個百億項目的 實際上第一個 就是這邊的華僑城 還有這邊的華雲萬象城 華雲萬象城的話 其實他在深圳都有的 深圳的藍山 路都有的 萬象城 他是華雲旗下 最高端的商業體力 裏邊的話 他會進駐非常之多的 一個全球一線大牌 還有那些商業街 酒店都會有做的 未來的話 這個位置 將會成為我們西區 一個新地標 新地標 會聚集非常之多的人口 會過來這邊去消費 又或者帶動這邊的經濟 華僑城這個位置 他是一個文女項目 總占地是1200毫 我們預計的話 都是明年6月份會落成的 落成之後的話 他每一年的吸客量 都會達到1000萬以上 所以 那麼多遊客過來這邊去玩 都會帶動我們周邊的酒店業 以及餐飲 對於我們這邊 後期出租的情況下 其實收益都會有所增長 哦 那是投資的對嗎 投資的對嗎 有沒有酒店包租的 包租呢 我們暫時沒有托管這些 其實我們這邊 都不需要說包租 因為這邊的需求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我們說回我們周邊的租金 這個情況先 右邊的租金情況 其實一房一廳 都已經去到1500元以上 兩房一廳就2000元 那我計到這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就5米5層高的 做一個Loft公園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商事 分層租出去 買一套房子 可以收兩份租金 是一間有多大便 45和90 45和90 真的好遠 90那些如果你是自己住 就比較舒服 如果你說投資的話 其實選45那隻 其實性價比非常高 那肯定是嗎 你可以先看看這邊 現在是賣多少錢 現在這邊大概是12000多 12000多 13000左右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這邊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這邊的手樓部 那手樓部後期 我們會作為一個餐廳的 我們剛才說到的濕地公園 就是這個位置 就在我們樓下 一分鐘到達 樓下到時就有散步 那些消遣配套 那我們到時 我們一樓和二樓 它會做一個商業的 是我們開發商去自辭 可以登 是的話 我們一樓二樓 會做一個商業的 是我們開發商去自辭 負責去後期一個引資 和一個商業的 那我們先看看這邊 我們現在賣的 就是移座這邊的 移座這邊 那後期呢 我們三樓這個位置 它會做一個會鎖 會鎖 我們裏邊中間這個位置 它會做一個空中的遊泳池 還有裏邊呢 我們會做一個健身房 那些要租客或者業主的 那我們現在賣的話 就四到十七的一個 公寓 產品的話 就有四十五方 和一個九十方 是的 我們現在的話 它一層的電梯的話 就是八梯三十九戶 八梯三十九戶 一共有幾個層 一共最高是十七 十七層 就是現在你說整棟 就由四到十七層 是賣的 這個 四到十七 都是我們洞公寓 我們現在主推的話 就是四樓五樓 和一個八樓 四五八 為什麼呢 四五八 先推 先推這幾層 是的 沒錯 樓層低的那些便宜一點 是呀 樓層低的便宜一點 高的便宜一點 所以現在新推出四五八 入手時間最好 是的 現在的話 我們都有開盤的優惠 其實現在是買這邊 其實都是比較划算的 是比較順的 現在都買到 買到多少錢 剛才說 如果你按照我們四十五方 那隻 其實它的均價都是五十五萬左右 一套 五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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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二千多 有沒有帶裝修的呢 我們現在的話 暫定是無批交付的 後期的話 我們都有一個真正服務 給香港業主 我們推出一個裝修包 看看客戶的需求 四十五平方是五十萬左右 五十五萬左右 五十五萬 是 那到時如果是帶裝修的 你的裝修包大概加多少錢 裝修包大概是十一到十三萬之間 是 即是總額加十一到十三萬之間 是 沒錯 後期我們推出這個真正服務 給業主選擇 好明白 那一會兒我們上晚上 看看有怎樣的交付 好像有陽台 有陽台的 我們這邊有露台 有沒有明火的 我們九十方那隻 是很容易明火的 四十五方那隻就不可以了 哦 我以為四十五都可以 四十五就不可以了 OK 那這裡清楚了嗎 好 上去看時冷丹麥 其實你看我們這邊的油門大堂 其實都是非常之高的 做到五米五高 對 好少有 直小其小 我第一次見五米五的 是的 現在市面上 但五米我又見過 但是那些是非常之小的 現在五米五 基本上都是屬於 稀缺產品 一個就是我們 968尺的一個弧形 首先的話 我們是做了一個中空的 做了一個四房兩位的一個弧形 來這邊 首先我們進來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一個獨立廚房 這個弧形的話 是可以明火的 超大的一個廚房 實用性非常之強 這邊看出去就是露台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中空的 然後下面是做了一間房 然後一個衛生間 上面我們做了一個三房的 做了三屋 這個位置我們做了一個書房 平時是辦公的 或者是平時看書都可以的 然後這邊兩個房間 房間這個位置我們是有一個小的樓台 平時這個位置去食煙或者是這邊去浪水都可以的 這間是好地480呎的一個弧形來的 它是做了一個雙鎖匙的設計 後期你可以買一層樓,兩份收租 我們進來的位置就是我們一個廁所 一樓也是帶了一個露台 我們這邊的開間是達到4米的闊度 這邊是4米的,非常之闊的 後期你買來這邊如果你說辦公出租 又或者是做那些商業都可以的 平時這邊做美甲美法各方面都可以的 用途非常之多 我們看看二樓這邊先 你可以看看我們現在二樓的高度 我們二樓高度其實你有發覺 其實你伸高的手都是摸不到頂的 我們層高其實一層都可以達到2米5幾的高度 2米5幾,總高的話是5米5的 我們要看完 九雅方的中空也看到了 現在我們鎖匙的位置就是一個 雙鎖匙的45方 亦都叫做4008亞車 我想問阿豐哥 按照我們這樣的面積 所以入手價是多少 最低的話其實我們54萬都可以入手 54萬 對,54萬 最高呢 最高的話都是57、8萬左右 反正這邊都是很順利的價 其實54萬 現在做到5米半的流程高 其實我們現在站在這裏 跟我們一般的鑽匙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說4米幾的話 基本上你新高的時候已經摸到 是的,我們這裏是5米半 所以你看看,樓底也這麼高 是的 如果你說你買一層 其實都是兩份收益 可以做雙鎖匙 上下層出租 按照周邊的租金市場 1,500元一間 這邊其實你已經租到3,000元 基本上可以抵抗月供 是的 這樣現在你是50來萬收3,000元 其實很高 很高 我們這邊的負負率是高的 去到700里 是的 想想想想你們的裝修 交往時這個樓底是否有 我們到時候是一個無皮膠符 吉屋膠符 吉屋膠符 有沒有跟你蓋上衣服 沒有的 沒有的 也要自己做的 是,後期我們開發商會推出一個裝修包 這些都會包同這些 大概都是11-13萬之間 有可能更加有驚喜 這個就是阿鳳哥剛才介紹的 我們翌日還有一個裝修包 大概是11-13萬之間 一個價格 所謂驚喜 可能有很多東西送 這個東西就看看 手法有手法沒有 基本上我們的情況都是這樣 看看還有什麼補充 補充 一個是我們交通路線 我們可以坐高鐵 然後轉乘車位到這邊 另一個是我們巴士直線 是的 比如說你後期買這邊 其實我們回香港的路線都是非常多的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這邊的水路、綠路和鐵路都是非常多的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坐大巴 坐大巴的話 其實去大巴那邊都是5分鐘的車程 在香港角度來這裡要多久? 坐大巴? 坐大巴那邊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左右 睡醒覺看電影 對呀 睡醒就到了 其實很方便的 尤其我們中山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一個旅遊點 還有很多中山的地方小食 也很吸引大家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新日本有風哥跟我們說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下期再見 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頻道灣區之頁 有興趣的客戶也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下期再見 拜拜